罗珍啊真的刚听你说话呀 我觉得还不像嗓子这么好的人 主要是变化的比较多 哦 嗓子还有变化 对 有变化 都有什么变化 你一会儿我给大家示范两个 好啊 首先这个 我们老外喜欢听这个 老外特别爱听这个 这太厉害了这个 这一看正儿八经的意大利嗓子 再来一个变化的啊 好 一个是浪远仙旁 一个是美与无瑕 谢谢 真棒 这真是有嗓子啊 对对对 真有嗓子 还能唱什么 我还能模仿 我发现在这个 模仿歌星的时候啊 只要你细心观察 找我们这个身体上 可以利用的这些资源 是可以模仿象的 是吗 你比方说刘欢老师 哎呀 这话 千万里我追尽着你 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我不像是在我梦里 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 我还能学一个啊 我们这个二三十年代的一个国际巨星 叫周旋 这也得利用自己身体的这个条件 叫垂胸唱法 夜上海 夜上海 你是个不夜城 花灯几个声响 可无声听 哇塞 这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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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哎呦 就这几个这太得分了 太加分了 我觉得学的都挺像 是吗 这个嗓子变化 一会儿头腔 一会儿鼻腔 这个运用 其实一般人也做不到挺难的 得有天赋 有天赋 谢谢高老师 希望你们能走到下一轮 感谢两位 谢谢 谢谢 两位老师对咱们还是 给予了触碰的肯定 你觉得今儿能进发场吗 也有点悬 刚才的气势哪了 不是 刚才气势挺猛的 但是上台有点猛过了 辛苦了 不错 房子太亮了 太亮了 太亮了 穿透力极强 最后那个歌剧那段 他喜欢 我喜欢 那外国朋友喜欢歌剧 光你一个人喜欢没用 观众不喜欢 他说他有时间想让你过去 我看我 我看我 高老师 您觉得这个相声演员在台上 有嗓子能唱 是不是比较有优势 对 我觉得挺有优势的 因为说学逗唱嘛 因为相声就这四门 就是你很难 透过其他的手段来辅助 所以说你有嗓子 可能会好一些 会占一点 要占点便宜 好